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近期香港也很興起的熱潮 就是人們去香港不同的景點行山 我小時候,我爸爸也很喜歡去行山 有時聽到他說 要小心點,不要放在樹上 有時可能會放到七樹 會令皮膚很癢 我小時候聽到就很害怕 所以當時就很害怕 那些草碰到,就很害怕 但事實上這件事 是不是都會引起皮膚的問題 在臨床上,你同類療法 應該會有些東西可以幫到我們這些庭種 香港的行山這個習慣是很久歷史的 很多人很喜歡行山 但問題是,有時候 如果你穿了短褲、短袖衫褲 有時你走過,你撥到樹枝 你不理會,你拆過就算 萬一遇到這些所謂獨七樹、象樹 或者那些七樹 這些會引起一種叫做接觸性的皮炎 有些人對這些植物敏感多 但也有些人沒事的 可能是不敏感的 毒漆,我英文叫做 Rus toxicodendrum 毒漆 七樹,由漆是漆 所謂毒藤 毒藤就是Rus toxicodendrum 另外,七樹就是Rus speciana 這些樹在美國東部比較常見 也有種叫做醬樹 醬膠的醬 Rus diversity loba 就是這一類這樣的植物 這些在美國西部比較容易見到 香港也不是沒有 有,但我覺得不是那麼多 當然在外國其實也不是那麼多 我遇到一些,就算以前加拿大 我遇到過一幾宗 不是很多這些人 通常植物有些油 是可能透過接觸 就進入了皮膚 這些植物如果是 有時候在燃燒 在衣霧的時候 都會有嚴重的反應 即不是接觸到 有時候可能它著火 這些 那些衣霧都會 好了,症狀方面 極度含養 發紅 起泡的 那些皮疹的 極度的不適 以及煩惱的 我見過一些 水泡很大顆 很多的 然後就損了 很多的液體 一直流 一直流 就會散開 你看這樣散的 一路是那些水泡 流出的地方 一直流出的地方 又會爆出來 非常之不舒服的 通常要一個幾星期才可以 當然這些水泡 就會滲液 然後乾了 會切了一些結架 有什麼病發症呢? 這些皮疹 通常都會自己好 不會有什麼很大的 長遠的影響 但是呢 在西醫來說 通常會用一些 濾固唇膏去按摩 如果用這個方法 可能會引起 長期的病發症 比如關節炎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都盡量 皮膚的症狀 不要用藥膏去按摩 有時候你按摩 會出現關節炎 這些問題 我記起痴狀 我處理的那些 有些都持續了 都挺久的 多過一個星期都會有 但是當時 都是給時間 都慢慢會好 好了 遇到這個情況 要留意什麼呢? 第一 看看什麼樣子 是不是紅色 有沒有水泡 或者小小農泡 是不是在滲液 液體 還是結了焦 不同的階段 有沒有擴散 我見過有些 擴散都很快 很快 好了 同類療法 最基本的應用 指引 第一 馬綠甲豆 通常是毒液 毒濱 毒膠樹 毒藤 毒瘡樹 毒橡樹 所以毒脹株和毒質株是最有效的療劑 如果皮膚覺得很癢、粗造、有口有口 有大量的輻射 同時有土射 就可以用巴豆 另外一種是野角 通常我們遇到野角的療劑比較常用 例如山金車、ROOSTOCKS 有些人會先用這個療劑試試 最重要是痕痕很嚴重 通常療法對這些療劑的舒緩痕養和不適 是很快的 可以令你的居然快很多 除了療劑還有什麼要留意 第一,不要拗出皮疹 有時拗損後會令它抗散 一些液體一邊流一邊抗散 如果需要的話 可以用溫水、肥皂水、清水 將患部清洗 用沙布蓋著它 保持清潔 也可以用金盞花 吸收濕的皮疹 舒緩皮疹 以及受刺激的皮膚 讓皮膚好得快 有時可以用濕的膚 即是用金盞花濕膚 也有些人會用凍子草根 根草根草根草 comfrey comfrey red root 如果有些草藥 浸濕後 可以浸濕後 來敷 敷 也可以用椰物 就是那些物片的椰物 整磨了水後 浴缸水後 浴缸水後 如果釣到發炎 就用金盞花 和肥皂水 清乾淨 塗一些金盞花 啫喱 或者乳霜 還有些人 如果有大膠草 Grandalia的釘劑 這個就不太常有 我相信 在我們的套裝裏 都已經放在這裏 因為這是一個 很好用的 急救用的工具 再介紹每個療劑 第一個就是 馬六甲豆 Cardium Orientalis 英文叫做 Marking Nut 症狀是很癢的皮疹 用熱水 敷下去會舒服些 當然它的水泡 尤其是患部 要在面部 手和手指下 有時那個療劑 對患處 哪個地方都有指引 尤其是面部 手和手指 水泡 或者結痂 滲出黃色的分泌物 有時患處 是患處到出血 而且 愈患愈癢 Anakali 是愈患愈癢 黃色的分泌物 以及患處到出血 患處是面部手指的位置 另外就是巴豆 Crodum Tigrium 這是一種巴豆油的種子 通常是很難以忍耐的皮膚 行氧 又肝又硬 記住是肝硬 拗皮膚 拗得很痛 皮疹和毒疹 很多時候出現皮疹 還有 是輻射 這種輻射 這種輻射 就像消防署一樣噴出來 有時我們都是 巴豆 用來處理的輻射 是一個主要療劑 未必需要有皮疹 好了 巴豆的疹射位置 很多時候是面部和伸直器官 陰囊的位置 如果你看到陰囊的位置 我就會想巴豆的療劑 多些 皮膚就感覺到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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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肥胺那种肌疹,当然有这种不舒服的情况 这是过敏性的脾肤 还有很多时候是关节腱紧的 大家都知道,野角常常用是关节炎 尤其是泥风湿性的瘫紧 尤其是一般性的关节炎,也是能用得到的 野角的人特别喜欢喝冻牛奶 冬水浴、木浴是令它更差 浸浴水浴也好,浸浴也好 暖也好,热也好,冬也好 这个就是野角,我们叫山寿门教 这个是这样的症状 麻烦袁医生今天帮我们分享 希望大家了解之后 虽然香港现在不太多七树、胶树、橡树 但是刚才说到症状的时候 我们现在这些时候最好就是去行山 因为真的不小心被一些植物捧到 而你又刚刚对于那样植物有敏感 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 你常备了这些套装 我们那个同理疗法的套装的时候 就可以即时用这些疗剂去处理了 我们建立了这个平台这个节目 希望大家就可以将一些急救 或者是创伤性的问题 可以有一个及早治疗的方法 而达到这个及早治疗的情况的时候 大家一定需要有那些套装在手上 才可以做到有鼻无患 而在最适当治疗的黄金期之间 就可以用到疗剂 来处理一些急性的问题 不需要等到出现了后遗症的时候 才来处理的时候 可能是严重很多麻烦很多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的时候 就可以真正正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查询有关同理疗剂的资料 或者是其他健康保健品 可以联络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溫我们的节目 就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